小S四日傳出確診 因此暫停所有工作在家隔離 九號她向媒體表示 目前身體狀況還好 但還不能出關 謝謝大家關心 雖然她仍在家休養 不過已經預錄好的小姐不惜地 還是正常播出 結果在節目中來賓爆料 大學生人沒某位超紅的班底 是爽面人 她很激 她非常紅 什麼 我怎麼知道 兩紅大的嗎 打個不嗎 好精彩喔 結果意外掃到Lulu 逼得她在臉書鄭重澄清 強調自己根本沒有在節目 遇過這位爆料的網紅 更譴責節目製造效果過了頭 希望也要醃製於智者 對此小S透過經濟人 向Lulu致歉 並說造成她的困擾很抱歉 也一直在節目中聽到的人 並非Lulu 小S否認是Lulu之後 同為大學生而沒出生的大賀 在ID動態寫下 大學生出來的人 都知道她說的是誰 但真的不是Lulu 說真的別鬧耶 方便女性身分沉迷 反倒是Lulu 很多人跳出來幫她說話 看得出來她廝殺做得很成功耶